God is about how well you accept, response to, and score with your misses, much more so than it is a game of your perfect shorts. 戈爾夫球的正常是在於你如何接受、回應和面對失敗的, 多於一場完美的一擊即中, 因為一擊即中的機會是萬中無一, 有可能是運氣, 但是用什麼態度去面對每一次的賽事, 從中又可以學到什麼方法、技巧、把握機遇, 這樣才是戈爾夫球的正常, 當中還要看看你是誰對手, 假如你不懂得玩,但是你有挑戰高手的話, 反正還為你帶來一生難忘的經驗, 今晚我就會講一下王國勝、陳美琦、 馬青偉、劉嘉玲、陳泰銘、劉聯熊, 發生在關之林身上的故事, 看看我們今晚會有什麼可以從中啟發到, 不再讓你孤單,阿沙為你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關之林的英文名字不是叫Gigi, 不過電影圈的人各個都叫Gigi, Rosamant出生於1962年9月24日, 我查過9月24日的天秤座, 我都說天秤座是沒有拖拍的, 就等於一條魚搬離開魚缸或水, 顛藏顛藏顛藏, 周身都不舒服,對不對? 這個女神根本從來都是要愛情的感覺, 甚至乎她曾經上過黃占的節目, 即今日不設防,她也說她是一個追求愛情的人, 她不是要一個感情的人, 那好啦,你一會兒一邊看你就知道了, 然後她原來本身是滿洲的政伯其後裔, 亦都是屬於滿洲第一大盛事,瓜耳佳時, 更加和清朝的名人, 譬如有誰呢? 澳拜、榮綠和曹雪勤, 即是紅樓蒙的作者是同宗的, 相當之顯赫的家族歷史, 而且她是一位名副其實格格, 其實她幾年前, 即十多年前坐過我的飛機, 但我已經在100米以外, 她站得很遠, 我已經看到是她來的, 所以她的光環整個身體的氣場就是一個明星, 她天生來就是一個明星, 所以小時候幼稚園的歲數已經看到她很標誌的面孔, 所以她是沒有整容的, 她出生於這個演藝世家, 爸爸關山, 在50和60年代都在電影或電視當藝園, 媽媽在香港長勝電影公司的著名演員, 張兵善, 另外也是一個弟弟, 不如說說關於她弟弟的事情, 她弟弟原名叫關世華, 早年在美國生活, 當她回來香港時, 從事保險業, 但是在2013年, 由於投資失利, 她曾經欠下巨款, 申請破產, 經過4年的破產生涯之後, 她就在2017年重新出發, 轉行做這個風水師傅, 話說她自己有一個風水的過去網站, 不知道網友有沒有曾經幫襯過, 然後她在網站自我介紹, 她說自小也是最深的玄學, 我也是自小的, 最深的玄學, 但是我沒有用這個行業來賺食, 她說她擅長風水, 紫微斗素, 面相、手相和轉運, 她也說在2004年, 她跟隨蘇文峰, 學習風水命理, 其後在2007年, 機緣巧合之下, 也跟持育祭子的張玉英結縣, 並獲得對方傳授她天術, 她為了避免影響姐姐, 所以在網站, 絕口不提她姐姐關思林, 但是曾經在北角碼頭, 被一些記者拍到她, 以這個關世華風水師的名義, 去籌辦一些放山的法會, 據知那些善信是隨緣落座的, 在捐錢就給一些法會的開支, 等於做了功德, 行善積德也可以轉運, 這些是她們的說法, 我尊重每一個不同的宗教, 放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我不想批評這件事, 我覺得善良的意見已經足夠了, 而且做善事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話說這個關思林, 剛才說了一點關於她弟弟的事情, 將來找人看風水, 又或者有人介紹這個師傅給你, 你們就知道她是誰了, 又說回關思林, 她曾經在小時候, 她就讀九龍聖德勒薩英文學校, 還有這個Marinort名校, 還有讀過德雅中學, 由於父母從事電影工作, 其實父母很年輕的時候, 因為父母比較風流, 所以就扔下了她, 和她媽媽, 她弟弟相依為名, 話說在她很小, 十三歲的時候, 她家裡曾經火燭, 但當時十三歲, 她這麼小年紀的關思林, 就自己奮不顧身, 走回到她的大廈, 把她媽媽和弟弟救出來, 可想而知, 她這麼小年紀, 已經很疼愛家, 和很孝順她媽媽, 另外, 很多事情, 將來她在社會做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 哎呀, 她這麼多, 認識這麼多富豪, 第一, 她的美貌, 已經不是普通男生可以追求, 所以我覺得, 梁琴摘木而妻, 對吧? 她這麼小, 已經把她的弟弟和媽媽, 在火灘裡救出來, 已經很聰明了, 1981年, 她讀完中學畢業之後, 加入了禮的電視, 成為演員, 首部電視劇的作品就是甜甜24味, 甜甜24味還有張國榮, 中保羅, 莫少聰, 在1982年, 她參加過首部電影, 叫做《再見江湖》, 獲得一致好評, 當然啦, 這麼美女, 一走出來, 人們看到她, 哇,與眾不同, 真是, 非池中蜜, 說真的, 然後她就開始了演藝的歷程, 在1990年, 她與李連傑合作, 拍王飛鴻系列, 裡面的角色就是十三衣, 而因為這個角色走紅了中港台三地, 並且評為在香港的歷史上, 電影的歷史上, 最經典的角色之一, 即是女角色之一, 其後她與成龍合作過, 龍兄虎弟和A計劃, 還有劉德華合作過, 非常多次, 總共是十多次, 在2005年, 她逐漸淡出這個娛樂圈, 為何呢? 待會說到感情的部分, 就會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了, 在2007年, 她就斥資1.13億, 即是剛才我說的, 就買了這個在南灣, 南灣道, 面對著香港的淺水灣, 獨立袍澤, 在這個2010年, 在這個房價上漲了一倍, 即是已經賺了錢, 其實她在很多地方都有投資物業, 傳媒就以為她有5億的, 我覺得真的不止了, 起碼最少20億, 我猜, 但你們不用侯著她, 她也很聰明, 不會被人騙的, 除非她甘心, 在那個人身上, 待會再說多一點, 她在2010年, 宣佈適應, 其實她, 即是, 人們說她宣佈適應, 我覺得她很久就已經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並且專心做這個慈善公益的活動, 並且喜歡收藏手錶, 在2015年, 她也是首次推出她個人的護膚品牌, 同時也是接受傳媒訪問, 透露自己是經常養生, 扮靚, 護膚等等, 這些都是一般美女, 不優做的, 通常都是她們的習慣, 她們做的, 平時做的事都是, 怎樣保養自己, 可以繼續靚下去, 至於八、九十歲還是這麼美, 這裡已經說了一點她的成長, 下一段我們說她感情生活, 和她兩段婚姻, 再加上其他男朋友, 好嗎? 如果你們還沒按讚, 麻煩你們現在按讚,好嗎?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